歼10C战斗机出口伊朗的可能希望泡汤 美国又做出了无耻之举 为何伊朗表示完全无法接受 尽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据俄塔社最新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等联合国武器禁运期满之后 美国仍会阻止伊朗采购苏35和歼10战斗机 他说如果联合国让伊朗有了这些高杀伤力的飞机 欧洲和亚洲伙伴国就会成为目标 美国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由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实际上失去了继续推动对伊朗制裁的资格 不过蓬佩奥在近日还是向联合国安理会 提交了一项关于延长对伊武器禁运的决议 声称美国仍然是伊核协议的成员国 有权利指责伊朗未能履行伊核协议的相关内容 对于美国这种无耻之举 伊朗表示完全无法接受 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发动对伊制裁之时就失去了资格 俄罗斯也反对美国提出的荒唐理由 拉夫罗夫表示 没有客观理由在安理会继续讨论 扩大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为了推动这项计划 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 日前开始把炮火对准了 维护伊核全面协议的俄罗斯等国 声称只要俄罗斯赶走所谓的地狱之路 美国将在联合国孤立相关国家 6月24号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议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要求 安理会全体成员国都支持扩大对伊禁运决议 针对美国提出的方案 俄罗斯等国表示根本没有讨论价值 这项决议严重违反了伊核协议精神 是美国对伊朗施加制裁的延续 联合国不应该成为美国打压伊朗的工具 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可能有四个国家不同意美国方案 甚至有两国会动用否决权 美国此举被认为是毫无意义 排除美国这个干扰因素 伊朗采购G10C还存在严峻的财政压力 甚至最后会通过一项国内法案来阻止这项交易 伊朗2019年的军费预算只有126亿美元 按这个规模 要想完成三军武器装备现代化非常困难 伊朗近年来因为美国石油禁运制裁 和国际油价下跌 失去了90%以上的外汇收入 财政困难成为了购建G10C的最大障碍 可能采购的规模较小和时间线也会很长 总之伊朗没钱和美国破坏这两大因素不可小觑 不能对伊朗引进G10C抱有太大希望 可能泡汤 有分析认为 伊朗最终可能通过石油易货换战机的贸易方式完成交易 引进G10C的规模会比较有限 苏35采购量估计会更少